就是上面這裡 另外它的名稱 本來叫做什麼userfone1 那你把它改成home好了 改一個名稱叫做home 那改完之後呢 這個介面部分就設計完畢了 設計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我們要 去思考說 按下開始計算之後 我怎麼去 把使用者填的資料 做計算之後呢 告訴他說 你每個月應該償還多少錢 那你的利息應該 怎麼 總共償還多少利息 並且把結果寫到 寫到哪裡呢 寫到這個我們的excel裡面去 那重新輸入就把這些 全部清空就可以了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我們 大概簡單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有哪一些重點 那介面部分我想各位 再把這完成 那另外就是說呢 輸出的時候 這邊上面的 這個名稱也稍微改一下 我剛剛有把它傳到那個 雲端 上面去 這邊我剛剛有傳的 就是畫面上面 界面 就要完成類似像這樣子 那 我們 我給各位的那個範例檔 DEFGH 這上面的名稱好像本來不是叫這個 那因為我為了要配合這一題 請各位把它改成這個名 把底下的資料 全部都刪掉 把本來這個名稱不對嘛 請你把它改成 跟我這個畫面上面 一樣 改成這個 比如第一個叫借款金額 第一個本來好像不是叫借款金額 好像叫做 奇數嘛 那還有底下的資料 全部都把它刪掉 你可以 把它 Ctrl-Shift 向右 向下 把這些通通清掉 到時候呢 我們可以做出來 就是說 上面的標題改了 改成我給各位的這幾個 這幾個 然後 將來就是按一下 貸款計算 就跳出來 然後就可以開始做計算的動作 OK好 請各位先把界面的部分 先完成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程式部分